我是梁慧賢,做了護士三十多年 德蘭修女是我的模範 像她這樣去幫人 其實是不會計較他們是甚麼人 或者是有甚麼回報 在醫院我都會負責一些高危的地方 2003年我就是沙士病房的經理 其實做醫護是一份十分有福的職業 讓我們有機會和能力服務有需要的人 我在不同的地區都做過不同的人道救援的工作 在巴基斯坦的水災,菲律賓海燕的風災 西非尼比利亞伊波拉的疫症 尼泊爾的大地震,馬尼拉的貧民區 以及在印度人外會的服務等等 其實在救災不單止是有得救就救 沒有得救那些我們就不理他們 我非常感恩在很多人道救援的工作裡面 我都會做到一個陪伴者的角色 讓那些臨終者在人生最後一刻都不會很孤單 而是有尊嚴地離去 在菲律賓風災裡面 我都遇到幾個BB的過身 他們的父母當然非常傷心 我都會提供一些哀傷的輔導 以及心理支援給他們 看到這些受苦的人 而我是有能力出到一分力去幫助他們 對我來說已經是非常好的回報 在菲律賓貧民區服務之中 我都遇到一個小朋友 因為他天生是搶濕 引致到肚子非常之漲大 我資助了他做一個小手術 對這個小朋友和他的家人來說 其實都已經是改變了他們的一生 我小時候其實是很窮的 我記得有位同屋主曾經送過一支圓筆給我 到現在我還是記得 非常之感恩 在護士學校受訓的時候 修律是我們的老師 他教我們做護士 其實不是去追求過人的回報 而是學習怎樣去幫人 和服務其他人 那時候都已經在我心裡 波下了人道服務的種子 其實在一些落後貧困的地方 做人道救護的工作 不單只是靠我們的知識和經驗 最重要都是那份熱誠 和服務人的心 人道精神就是獻出愛心 為其他人帶來希望 除了物質之外 關顧心靈都非常之重要